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对 我相信阿子他也会遵守家人的想法 少数服装多数吧 他没有家人 他也没说不去 他说他不太想去 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弄 包仓 什么意思 来 家人们没有点亮灯牌的家人们 咱们把灯牌点亮一下 你挂着发出投票吧 对不对 好吧 对吧 小数服装服装多数吗 这样 你不去 事情呢 这个事情 我怕去了会伤害伤害了某些人 你不去 你会杀 杀害到更多人 来 家人们帮我一起点赞 咱今天想想办法 来 把赞点到五十万 咱们直播间七千多人 咱们把赞点到五十万 好不好 家人们 咱们把赞点到五十万 把双倍点赞点出来 给我一点信心 今天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看我怎么怎么把他 你不知道吗 老板 很多时候说我一个员工 老是跟着老板跑来跑去的跑 什么员工啊 他们这样说 什么员工 中国好员工 什么 那我这个员工也不是跑来跑去的吗 给家人们发一个五百的付带 来 家人们一起把赞点到五十万 给家人们发了一个五百的付带 家人们看我今天怎么 怎么怎么把阿子 劝过去啊 家人们 咱们也给点建议 好不好 家人们 来 左上角没有参与抢付带的家人们 咱们参与抢抢付带 你看一下老板 有什么样的方式 进行投这个票 到底是去还是留 好不好 那家人们也投一票 看一下用什么样的方式 你觉得呢 明天下午阿伟过来 明天下午帅哥要过来 阿子 你在这里我一点都不 那个知道吧 你在这里我一点都不放心 那帅哥三天两头的来找你 好烦人 就是就是阿伟哥老师来找我 所以我想着好好工作 好好上班 好好上班 好好挣钱 还阿伟哥的钱知道吗 我不想跟你老师到处跑 就那些 然后钱也没挣的 我想好在这里上班工作 然后好好把阿伟哥钱赶快挣 赶快还给他知道吧老板 你知不知道我的心意 这是我的想法 又如果不还阿伟哥的钱的话 你这样这个事我去办呢 你就不管了 这个事我去办了 好不好家人们 这个事我去办了 什么都你去办了 你我的钱也连来还了 什么都你来了 我也不用工作了 那我是什么老板 我是什么 我为什么老是跟着你 这样的话很多 各个人更多的人 看不起我 知道吗 各种的人就是 没有看不惯我 知道吗 那是你 别人有本事 也找一个这样的老板 对吧 我这样子老是跟着你 这样子你觉得 会很会有人看得起我吗 钱也不挣 干嘛也不干的 我要凭我自己的努力去 就是靠我自己去挣钱 还 该还的钱 我不想让你帮我太多忙 你也帮我更多的 咱们 未来啊 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八年 还得 二十年 三十年 还得一起 是不是 就是帮点小忙 算什么 不算什么 对不对 家人们 赶紧的 赶紧的 啥赶紧的 别吹吗 现在都有马上要十点了 你看你今天都 说了几个小时了 你看我现在阿伟哥的钱也没花 阿伟哥的钱也没花 你看上一次去那边那个女孩子都这样子说了 对不对 真的 我觉得我啥都不是真的挺那个的 所以我想 我想靠我自己挣钱 你们去吧 我在这里 我哪里都不去 我在酒庄上班等你们 我们去把那个坏人给找出来 好不好 我每天跟着你啥都不干的 我也不习惯这样子 我也不想这样子过着 我想有事做 来自博街 七千人 咱们想想八招二家人 我现在每天都想着怎么去挣钱还阿伟哥知道吗 所以我不想 这个事情 我想好好上班 好好推草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交给我 好不好 老师交给你 你是我老板 我老师交给你 你今天老板长老板短 能不能换个别的成果 那你你看你做不对 我们是员工老板 我老师什么事情都交给你说什么都你来做 那我 我还活着干嘛 我还有还好意思吗 那边也可以工作呀 还好意思吗 我啥都不是一个员工 你什么都来你来做的话 那我的钱你来还我什么都你来做 那我还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把你劝一天没有成功的让阿伯同意跟着你去湖南 说明你的行为和你的这个努力 还没有让他不够吸引 我在那边给你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怎么样 给你安排一个稳定的工作怎么样 哎呀 家人们哪这个事情啊不好整呢 那那一百个什么W 那纯纯扯啊 家人们 嗯 我现在每天都想着这些我 往上都睡都睡不着 我只想好好挣钱 现在咱直播间也七千人了 这样吧 家人们 昨天这么多家人们帮忙 也没有什么好感谢的 给家人们 给家人们炸个福利 那个是多少的 给家人们炸个福利 炸完福利我就要开始 动手了 想不成 摸不到 两个人的依靠 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 一下子变老 还怎么呢